也有很多的学生跟张善正一样要迎接毕业季 不少毕业生也即将要投入职场 社会新鲜人就担心找不到工作之外 也怕起薪低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今年有五成二的企业愿意招募社会新鲜人 而且有两成二的企业还愿意提高起薪 连餐营业也抛开了过去 只找本科系人才的传统观念 反而是从食品科学相关科系下手 年增率甚至达到170.7% 打破了外界的刻板影响 即将迎接毕业季 社会新鲜人投入职场 不过就怕零经验找不到投入 会找不到工作 有可能 怎么说 因为怕竞争力太强 目前学校学习的东西 然后就是让我 就是跟外职场上还是有很大的出入 就担心毕业后职场没缺额 又得担心薪水太低 不过社会新鲜人也不用太悲观 因为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今年占五成二企业都愿意释出名额 招募社会新鲜人 其中有两成二企业愿意提高新鲜人起薪 且平均薪资增幅3.67% 不止如此 像是餐饮业也早抛开传统刻板印象 从艺术商业设计和食品科学等 相关科系找人才 年增率被翻分别是55.8%和170.7% 另外还有软银网路业 也广纳大众传播学科人才 金融业则从资讯工程和数学及电算机科学等相关科系下手 年增率也超过三成 我们的目标族群我刚提过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族群 那我们看到年轻的族群使用的模式就会跟以前不一样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我们也看到主管机关有比较多的开放 在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看到特别的多 职场中不可忽视的隐形势力正在翻转 社会新鲜人想翻转逆境除了得把握机会外 最重要还是得靠自己专业技术和资历累积 积蓄正立帮自己工作出入的管道求职搭上早班车 欢迎新闻成燕林 吕佳恒台北报道